这是一枚神奇的徽章 带上他就会获得天大的好处 果然第二天倒霉蛋就开始转运了 眼看着上班就要迟到 马上就有车子停在他面前 要送他去公司 对方还贼热情 这直接给他整懵了 再比如他想去喝大酒 可兜里没钱 这时马上就有人拦住他 非要请他去吃大餐 并表示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期间他询问对方 为什么带了徽章就会被邀请吃饭 和对方去说 这种问题不是布鲁伊先生该问的 只管想用美食即可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在对方走后 见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姐 邀请他去喝一杯 不仅如此 小姐姐还吻了他 我的妈呀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女孩子吻他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倒霉蛋感动得痛苦流涕 竟然会有人喜欢他这个穷光蛋 他当即就要把徽章送给小姐姐 可小姐姐却说 这都是布鲁伊先生应得的 倒霉蛋百事不得其解 为什么他带上徽章之后就变成了布鲁伊先生 布鲁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时候他在徽章的后面发现了数字89 难道世界上有89个人和他一样都拥有这种徽章 但这徽章也不是万能的 上次还是会把他骂得跟孙子一样 直到有一天他谈成了一笔大单子 当然这也归功于他胸前的徽章 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司 上司直接在电话里喊他爸爸 而倒霉蛋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他要重新开始这一无是处的人生 他所到之处 人们都非常喜爱他 在公司里他也混得风声垂起 而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挺身而出 护他周全 所有的这些都因为他是布鲁伊先生 直到两个月后 他被人邀请到一个房间里 房间里处处透露着诡异 对方让他喝下一杯圣水 然后告诉了他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对方是一个邪恶组织 从成立到现在已经89年了 而他就是第89个贡品 为了不让他留下遗憾 这一年里 组织里的信徒都竭尽所能的为他服务 可他明明才带了两个月的徽章 倒霉蛋想说些什么 可要效已经发作 他什么都说不了 他烂衣一样的人生刚有起色 对方就让他献出生命 他不甘啊 而当对方拿出宝剑 吃穿他的身体 他又想到了两个月前 那个将徽章送给他的人 对方不仅请他喝酒 还把好运徽章送给了他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 自己只不过是个踢死鬼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果然天上没有掉线扁的好事